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孙老师 用画图还有简单几个字 可以给孩子传导很多信息 那是很棒的一个方法 不是全部都是字 有一个简单的图 然后几个字 可以传导的信息很多 那个信息有一种能力 那个能力就是层次的信息 有一个故事里面可以含有很多层次的信息可以传导 那么每一个听故事的人 可以按照他的人生的经验 去抓到他可以领受的那个层次 这是一般其他的问题没有的能力 我们说听故事好像剥洋葱 看到洋葱吗 外面那一层好像很薄 褐色的看起来不好吃 我们会把它扒掉 那是第一层 可是那个扒完洋葱不是就没有的 里面还有一层好像黄黄的 有一点厚度 你把那个扒开里面还有白的 肉更多的 你一直扒里面好像还有一层 那这是会讲故事的好的故事长成 这样他可以有很多个层次的意涵 那么为什么当我们要教一个人了解他不懂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故事的方法 或是说比喻的方法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讲 因为直接讲他听不懂 然后很多这个代表 什么象征的方法来才能够表达出来 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讲天国的真理 常常都是用故事 因为他直接讲的话 我们没有一个人听懂 所以耶稣说有好多话我不能跟你们讲 因为你们接受不了 你们也听不懂 那怎么办呢 他就说天国好像 有没有 然后这两个字好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说故事 他说有一个杀种的去杀种 他说有一个什么 富翁 什么他有一个乞丐在他旁边 他吃剩下的东西给他吃 后来死掉以后就没有水喝 这样 可是他要传达很多 很多关于信仰的真理 但是他就用故事来表达 那我们长大以后 因为比较不说故事了 我们慢慢就以为说故事是胡说八道 故事是骗人 这是我们对故事的一个污蔑 而讲说 其实有人就说什么叫历史 历史就是他的故事 英文不是叫History吗 其实就是History 他的故事 那个他是指上帝 历史是上帝的故事 那我们在看历史 其实也是在看很多人的他们的人生经验 或是团体的人生经验 把他累积下来 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壮世记》根本上就是一种故事的 特别的一种故事 叫做神话故事 可以这样讲 很特别的讲到宇宙怎么来的 天地怎么来的 罪恶怎么来的 他讲到罪恶 前面我们叫做终极 在前面的那个来有的时候 只能用故事的形式表达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用科学的语言 我们没有办法 用其他去世的问题 已经没有能力去承代 那时候要表达的那个意念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壮世记》这个故事 再往下讲 如果你有我们的讲义 我们已经快要讲完了 这个第二章 我们第一章是讲那个前面 第二章的 我想应该 我把第四节的尾巴再讲一下 第四节我们讲说 上帝是造光 是不是 上帝造了光 然后呢 他把光跟暗分开 有没有 然后上帝把暗称作是叶 把光称作是咒 然后上帝看光是好 就把光暗分开 我们把那个再解释一下 上帝造了光 我们提过说 光是神的本性 光来预表神 所以上帝在所有的创造当中 第一个创造的是光 那么 他把光照出来 为什么要把光跟暗分开 这个分开的动作是什么 那就是要处理 我说那个混沌 混沌就是没有分开 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 你就很难处理 你也搞不懂怎么办 但是呢 所有家里的人要整理东西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动作分开 夏天的衣服放在一个地方 冬天的衣服放在一个地方 妈妈的衣服放在一个地方 爸爸的衣服放在一个地方 内衣放一个地方 外衣放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 其实一个讲就是整理 或是秩序 你看过就是 宇宙就是神从没有秩序当中把秩序造出来 对 分开的第一个意思是秩序 给他有秩序 第二个意思就比较神学的意思 分 这个意思就是审判 审判 那 为什么分开是审判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马太福音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马太福音 25章 我合合本的 在新约37页 新中文译本的 不知道 看你们有得翻到的 都是我第几页 45页 中文译本 那25章后面 这个 31节 马太25章 31节 那这里说 当仁子在他荣耀里面 从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 就是要分 那好像牧养的分别 绵两三两 把绵两放右边 三两放左边 那这个是一个分开 一个分开 那 再看一个地方 马太13章 马太13章 合合本是18页 合合本是18页 马太13章 中文 新中 23 23页 马太13章 24节 这个耶稣又讲故事 他讲分开 那时候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 好像 这个好像又开始讲故事了 他说好像什么 人杀好种在田里 睡觉的时候呢 有仇敌来 把拜子 就是打草 把他杀在那里面 想到就走了 到掌苗福睡的时候 拜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告诉他 主啊 你不是杀好种吗 怎么有这个拜子呢 主人说仇敌做的 仆人说 那我们去把他 这个台语叫做 鸟出来 鸟出来还是鹿出来 你们中文怎么念 啊 闹 糯 糯 叫糯 糯米的糯 糯 糯 OK好 这个是我不懂的 我们中文有交中文的吗 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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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 把那个草 把他拔掉就是了 我们 农人叫做 对不对 也不喜欢那个打草嘛 打草在那边就是没有用啊 就是占地方啊 吸收养分 对不对 绑他那个倒着 可是主人很好玩 主人说 嗯 而且主人说不必啊 恐怕呢 你们这些出手出脚的 没有把拜子弄出来 把我麦子拔出来 这叫我不喜欢 他说我不要不要不要 他说我宁可怎么 让他们一起挡 这很好玩 他说我容两个一起挡 我什么时候分呢 不是现在分 将来分 我要分啊 他说 收割的时候呢 我就要对收割的时候 把拜子弄出来 然后 留着捆呢 拜子也有用啊 要烧啊 要烧 那麦子呢 那么当然就收在汤里 那到底有没有分 有分 对不对 拜子跟麦子有分出来 可是什么时候分 不是今天分 是将来 将来那一天要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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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看月翰佛音 月翰佛音 月翰佛音是山山的 我们看一下 希望我的记忆力没有欺负我 那一天要分 那个 讲什么呢 讲那个 约翰喔 跟他的学生说 将来有一个比他还大的要来 在路加福音对不起 我的记忆几乎我 就是我圣经没有背好 坦白认错 路加福音第三章 我三次背对了 可是路加背成约翰 路加福音第三章 第15节到17节 请你本集耶 95 和尔本是90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 人都心里采议 或者约翰是基督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大的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 好17节我们一起来念 他说什么 他手里拿着粉机 要凉净他的肠 把麦子收在汤里 把汤用不昧的火烧净 所以我已经给你们几节心结告诉你们说 分开的一个意思是审判 而且在最后的时候 在这个之前上帝不分 上帝不分 那我个人的解释就是说 如果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光暗分开 然后就把暗消灭的话 那我们的世界就是天下大光明 都很大 上帝没有 他说把方案分开 但是暗还在那里 那么在教会里面 教会 我讲的不是教会 在教会里面 上帝也容许 混混在这里 知道吗 混混 所以你不要担心 说我是进来混的 那你就来混吧 没有问题 可以混 真的是可以混 那有一些人就不行 这种人教会不好 让他出去 这种人会搞坏 一颗老鼠大便 会把一锅那个西饭弄得不能吃这样 非常不好 可是耶稣说不要 不要 因为你们的眼睛都不太好 当然那个人其实是不错的 你把他看得很坏 就把他 把他弄错了 原来他是麦子 你以为他是麦子 我还讲一个好人就是说 有时候你是看对的 那个是麦子 但是你急着要去抓那个麦子 你的脚又大脚压 一脚踩死好多麦子 你都不知道 走走走走 我抓到一个麦子了 可是你踩死了几十个麦子 那耶稣说不要 我宁格让他们一起找 但是我会分 哪一天会分 将来会分 你看过那个农乎 台湾的农乎怎么分吗 他们有那个 红贡 知道吗 那个那个 有一个东西 一直弄 那你收割来的东西 有一些是卡卡的 知道吗 就是里面没有东西 那个混混 混不出东西来的 可是外面看起来很像 一颗一颗都很好看 一样放在那里面 可是它有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是台亚 一个那个 那个干模 还是台亚 有一个东西 那他就把那些东西 都都放在 放在那上面 然后呢 他就那个农乎就是 就把那个东西 一弄上来 一弄上来 风一吹 就分了 有东西的 还是掉到 那个干模 还是掉到那个 那个容器 没有东西的 就 不会走了 记不记得 那个诗篇第一篇 诗篇第一篇说 坏人 好像那个 没有内容的康 外面看起来都很像 你看不出来 但是风一吹 也就分出来了 你是死的还是空的 空的就吹走了 吹走它就扫一扫 哪里什么 扫来知道吗 那个农乎 那个大的火炉 就是烧火 那有东西的怎么办 就收到仓库 那个米汤 以后要吃东西 对不对 那个有用的 会收起来放 没有用的就把它烧掉 所以分开 有一个意思是审慨 要记得 神有一天 对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是对基督徒 我要再讲一遍 很多时候 这个比诗人说 受洗的人就是有 有撩的 就是那个 没有受洗的就是米康 所以这只跟没有 赶快受洗 你没有受洗的话 你就完了 可是不是这样的 那一天审判的 到耶稣面前来 没有狼 都是养 就是一群养 没有一只狼来 狼不敢来 狼都跑掉了 都是养来 可是那个牧者看得出来 这一只是山羊 这一只是美羊 他在羊里面做分的工作 那那个田地 耶稣走 跟着沙种的田地里面 我觉得都有 好的坏的都有 耶稣容许 但是有一天他会做 separation 会做分开 所以我说分开有一个意思 是审判的意思 光暗分开 除了是秩序以外 就是审判 第六个解释就是说 光跟暗同时存在 代表活在一个紧张的关系里面 所以 听我这样道的人 现在是来做礼拜 或者做到礼拜 哪一个是败者 哪一个是麦子 一直在找 那当然 前提是说我是麦子 对不对 因为我当然是麦子 所以要看哪一个是麦子 看做礼拜堂 各纪的那个大概是麦子 或者是奉献 没有奉献 那个大概是麦子 我们都以为这样 他说礼拜堂里面 有一些是麦子 有一些是麦子 可是我自己的了解 不是这样 是每一个坐在礼拜堂 他的心里面都有麦子 也有麦子 这是我的了解 所以不要 把一个人绝对话 说他只是坏的 那这个人就是圣人 全是好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 那由于我们的内心 我这样讲的是受洗的 所有的基督徒 里面也有一些好 也有一些不好 那神就不要 我们这个时候 为了那个不好 就把你除掉 其实祂的目的是 希望你在教会混 混出名堂出来 知道吗 慢慢混 往好的地方混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希望就是有基因工程 就是说每次在做礼拜堂上帝就把你的那个不好的基因 换掉一点 然后再换掉一点好的 那现在医学上已经开始要做这个 做这个以后 以后我们很多没有掉医的病就变成 可以 在创意 说故事人的创意 跟听故事人的想象之间 就有很多空间 很多空间可以容纳很多东西 好的故事好像图画 请请听 我要请请听 我要请请听 我要祝福祂 敬佛祝福生意 请请听 我要请请听 请请请 我要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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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请 我祝福祝意 带着我们的好意 手段 当我们听到 还听的节奈的时候 懂得安静在你的面前 躲在你翅膀的印象 让他记住 你就是要为首约 是词而诀 你的恩典 你的慈爱 不相互乱绝 我们记住 红穴翻热的时候 你是仍然坐在为王的那里 我们在岁上的还整 that we his name 神哪 很爱 祝福祝意 天哪 神哪 你的爱 神哪 从在 尺寸一生 真弱 在你大能手中 从到 海滩滩 落到 熊游 我与你 战斥 保护 相抗 扶你 扔着我 在 洪水中 不要安静 请你 施舍 我与你 战斥 保护 相抗 我与你 战斥 保护 相抗 扶你 扔着我 在 洪水中 我要安静 是你 施舍 你 战斥 保护 相抗 你 战斥 保护 相抗 你 战斥 保护 相抗